自家兄弟管家服務 由買樓、驗樓、售樓到裝修、傢俬訂制都全面協助 VIP看樓安排更可去額外獎賞回贈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找自家兄弟買樓我們最幫手 為了配合業務發展的需要 我們自家兄弟已經再次搬回旺角的胡舍新行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在旺角地鐵站這一出口出來之後 轉回來尼敦道這一邊 去到尼敦道655號 在這裡你可以不需要複雜的登記 直接上到我們17樓這一邊 我們自家兄弟的新地址就是1707A 我們熱切期待你的到訪 向我們了解更多關於灣區樓盤的資訊 又或者相約我們去到現場看樓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置業首選自家兄弟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的頻道的話 我們這條頻道主要就是講一些國內相關的資訊 包括樓宇、生活等等 如果有些突發性的國內新聞內容 又或者是我們香港未必看到的一些新鮮事物 我們也會馬上製作影片通知大家 如果你看完覺得對這類資訊是有興趣的 歡迎訂閱我們 又或者轉發給你身邊同樣對這類資訊感興趣的朋友 大家好 來我帶大家回到中山石崎這一邊 其實在這一帶圓著奇崗 一直在奇崗的兩岸 都有一些可以看到非常美景的樓盤 之前介紹比較多的就是香檳水岸 而事實上另外還有一個項目 我之前是介紹過一次 之後就沒有再到訪 就是正德天水湖 這個項目的地理位置 或者望出的景觀 可以說是比香檳水岸更有優勢 當然它的價錢也會再高一點 大家同時間也都知道 廣珠城軌這一邊的發展 無論去班次又或者 現時多了一些高鐵等等的線路 都會進入廣珠城軌這條軌道 然後去到珠海站 所以城軌的作用 比起當初 2012年的時候 開通的時候 是更加具有一個明顯的優勢和功能 而這個項目距離中山站 其實只是說駕車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廣珠城軌的中山站 所以這個項目的地理位置 又再多了一個優勢 就是和城軌站之間的一個距離 由於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到房 現時整個樓盤 整體內部的建造 進度等等都有所不同 我們不如就看看 到底這個正德天水湖 看出去這個一線的奇崗河 景觀有多漂亮 走進去樓盤的內緣 又夠不夠舒適呢 我們看完這個行榜畫面之後 就跟Jerby 進去樓盤裡 看看現時的最新情況吧 HELLO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在鏡頭再次到這個中山的正德天水湖濾項項目的 這個位置是正德天水湖第一到第四期的商業街區其中一部分 目前這項目發售中第五期的 我們就去看一看第五期目前賣的一個 亡人公湖亡奇崗河景的一個樓盤單位情況究竟是怎樣 事不宜遲了 立即進去思考中心 拜拜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更可向額外匯鎮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受算自家兄弟 現在來到天水湖這邊 我們想了解一下我們現時所在區 我們所在的位置周邊的醫療和商業配套 還有一個輕軌站方面的距離 我幫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現時所在的位置 是在天水湖一到四期 首都一部 我們整個行業總共分五期 一到四期已經受慶了 這邊入住了六七年的 我們現在賣的是第五期觀欄那邊 門口這條路就是文科東路 沿著文科東路往前走路 只需五分鐘已經有個御風市場 來到市場這一邊 只需駕車五分鐘 直接去到中山北站 北站這一邊 現在直接都可以去到廣州 和回到珠海那邊 OK 來到中山北站這一邊 駕車十二分鐘 就可以去到華僑城分路海岸這邊 這邊亦都是明年會做好的 這邊是中山第一個遊樂場 明年會做好 是它現在已經動工 2023年會落成 是非常之快 如果由我們項目直接去到去 你駕車都是十五十六分鐘 就可以去到華僑城分路 另外我們項目 是位於石旗區 和港口東區 剛好有三區交匯處 門口文科東路直產 就連接北外環 北外環的話 直接就連通整個城區 它這邊的話 就過去老城區石旗區 反方向下來的話 連接蝴蝶橋 就落回長江內直東區 OK 另外你剛才問到我們這一邊 它屬於石旗 是 是 我們也是為於政府 重點打走一個奇光新城的遍區 我們項目現在正在賣 直接對面可以看到整個石旗 總部經濟區 包括裡面的室內體育館 行政中心 以及最新的奇光實現小學 亦都是以後有一個地標 248米的地標 以及有兩個銀行的總部 亦都是私工的 OK 等於以後廣州的珠江新城 明白 學位的話 這邊我們是屬石旗的 現在來說 好像這個新學校 奇光實現小學 今年九月開學 我們亦都可以參與遙號 嗯 這個實現小學亦都可以參與遙號 我們直接入讀的 就是張基正義小學 OK 中學的話 就是直接讀石旗中學 包括你說如果醫療配託各方面 其實我們現在門口這個民科東樓 往前面 都是你開車應該都是三四分鐘 就可以落回東明橋這邊 一落來的話 就是我們大順那個商業這一邊 這邊隔離就是一個人民醫院 三甲醫院 OK 我們過去的話 全程都是七十八分鐘左右 OK 也可以見到我們和東明橋中間 以後亦都會有一條叫東華橋 是 現在已經違背了準備施工 嗯 另外我們現在不單止 目前來說 我們就是經蝴蝶橋 是嗎 是蝴蝶橋 去東區 現在以後亦都有一個隧道 叫過崗隧道 之前是說連接三角快線 為什麼連接三角快線現在要改呢 因為這裡那個車樓 是 考慮到以後車樓會比較多 現在上個月的七月十五號 已經改到是由港港華斯路 直接連接我們一到四旗和五旗中間這個輕創路 OK 要過回來然後接回喜灣道 簡單來說以後你買了我們五旗的產品 一出門口就可以直接走過崗隧道 去到對面的總部經濟區 OK 有沒有說這個會何時開始動手續 時間未定 不過已經公示出來 就是七月十五號已經公示了 中山的住件都可以查到 OK明白明白 好似如果我們這個 剛才說到最接近的漁風市場 這個就不買東西 譬如說有沒有一些比較接近 類似於大瞬那麼大型的商圈 在我們附近 有 萬文匯港口 我們開車過去七八分鐘 OK 還有這裡再往前四分鐘 就有港口高速口 直接上高速 日升廣場是做什麼 寫字樓來的 寫字樓來的 是 好似我們這一邊這樣 其實除了我們天水湖之外 周邊會不會都是比較成熟 變民的成熟區域來的 我們這一邊屬於新區 也是現在整個中山政府 重點發展的新區 因為老城區已經飽和和比較翁島 OK 都是往新區發展 OK 包括你看到這個石旗總部經濟區 和東區總部經濟區 我們現在賣的樓宇全部都在望 都在望到 也是在建中 OK明白明白 那就是 換言之這一帶 如果譬如是對著香港深圳的 就搭輕軌的中山北 跟著上廣州再回到西九龍高鐵 是沒錯 如果是連接深中通道 就走回北外環路 北外環就可以直接連的了 OK 好 大致上都很清楚 謝謝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是天水湖的 第五期的三本項目 是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五期的話 整個小區有多少棟 還有現在賣的幾棟 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整個天水湖 五期觀欄的位置就是 佔地80畝 一共是12棟樓的 那現在的話 我們前面一到九棟 已經是全部賣清 並且成功收樓 現在我們主要在售的話 就是10棟 11棟和12棟 12棟我們是最後一個珍藏的單位 是家推的一個單位 那全部都是向光景 可以看到光 大部分都可以看到光景 12棟是多高度 11、12棟我們是一樣的 那就是25層高 兩梯五戶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那個戶型分布呢 我們現在的話 這個11和12棟 基本上都是一個南向的單位 南向的單位 有113方 123方的一個三房 和一個137方的一個四房 這樣看光景是完全沒有遮擋的 向小區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一個 我相對來說 比較小一點的一個會議 現在是108方和112方為主 11棟12是鏡像這樣嗎 是鏡像的 那10棟呢 10棟我們現在是 10棟是單獨的一棟 我們現在主推的位置 就是140方的一個四房 正南向的一個無敵光景 0多嗎 03 主要是03位置 其他0102、045的那些 那些基本上都是賣光的 OK 大致上都了解 因為我記得10棟是比11、10元少少 一層 24層 一樓是沒有住宅的 一樓沒有 隔空的 我們一樓也是做酒店式的大堂 酒店式的大堂 酒店式大堂 那現在賣的價錢是什麼 我們現在主要的話 都是南向的單位 亡光景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現在 南向的是一個稀缺的單位 我們現在基本上均價大概是1萬6至1萬7 大張收 但是我們有些特價單位的話 是1萬4千多起 那就是看位置 大於順利物多 交樓時間是怎樣 我們現在這三棟的交樓時間 就是今年年底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對 管理費方面是怎樣 管理費3元 3元 嗯 因為都近乎准現樓狀態 是的 准現樓 還有幾個月可以收樓 之前其數的 剛才說到 125689 有些樓已經是收樓 我們在去年已經全部完成收樓 已經完成收樓 對 再請教一下 就是原收樓這些 車位方面有些少許 車位現在沒有那麼快 因為車位的話 可能就是年底收樓的時候 然後再一起加退 因為車位沒有那麼快 OK 其實這個車位配比會怎樣 車位配比1比1 1比1 整個小區有多少房 小區的話1330多戶 就是車位1330多戶 車位1400戶 1400戶 OK 那我再看到 我們有這個 商戶景 商戶景 這個人工戶還是泳池 人工戶 就沒有配置泳池 泳池的話 我們1到4期這邊有配 1到4期有 5期這邊就沒有 主要都是圓林景觀 和漁景為主 OK 那就快點上班 明白了 我們在去看這個示範單位之前 先給大家欣賞一下 已經建成了的圓林 還有如果你細心留意的話 其實部分的動數已經入了火 也可以看到入住的情況 整個項目的定位 都是偏豪宅級的 因為一線的奇江河的一個景觀 其實這個水景可以說是 整個中山 純粹在景觀資源來說 是最值錢的 那我們現在就跟著攝影師的步伐 欣賞這個圓林 和我們示範單位 那一棟裡面的大堂部分 到底是怎樣 這棟是113平方的弧形圖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這個弧形圖 它是做了一個樹天人式的設計 三房的 值得留意的就是它這個房間 還有客廳連陽台 做到整個露台去到6米8 入門了 我們可以看到降格門和智能鎖 都是交收標準 而且這個門大家留意做闊了 大件多一點的傢伙 都可以入得到 指無雙開 再來回到這裡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客廳和飯廳 餐廳這裡 如果是放了六人餐桌 其實都脆脆有餘的 是夠闊身的 而在旁邊的這個位置 就可以做一個鞋櫃 放在這裡 個人建議就可以退出一點點 做一個鞋櫃在這邊 再說回到我們餐廳和客廳的交收標準 首先會是怎樣的 磚就是這隻磚 長身是乳白色的乳膠漆 吊頂就做了一個簡單的 還有它這隻燈 這隻燈不是這一種燈 不過也不是傳統那種吸頂燈 它會配備了一個吊燈給我們 配備了一個吊燈給我們 跟這隻就不同 不過都非常靚仔 我們再看看這邊 在旁邊就是我們的廚房位 廚房這一邊 首先已經進行了 就是預留了一個雪櫃的位置 這裡放一個單門雪櫃 比較OK 預留就不算特別闊 其他這些廚櫃、吊櫃 包括車油煙機、造台和消路管櫃 都會是交收標準 當然這個洗手盆也會有 而在廚房的旁邊 就會有一個小露台 最後我們的熱水爐和洗衣機 就可以坐落在這個小露台 這裡 我們再放出去看看 到這邊就是客廳 客廳外面就是露台 其實這道門 它都挺重手的 四線門的設計 整個解釁效果都非常不錯 OK 出回到露台 露台這裡就 剛才介紹到 剛才那間客廳 這裡可以藍向望望著光景 將來對面就是奇江新城總部經濟區的板塊 我們現在看到露台這一邊 這裡貼了一個公示 就是說對面這些 目前這些高壓電線 全部都是在做奇江新城的 一個建設的 到時周邊的電塔 各方面 就會全部走回地下 當然讓奇江新城 起得有這麼多的規模 這一份就是政府的 一個住房及城鄉建設局的 一份文件 OK 我們再走進來我們的 餐客廳 接著去回房間區看看 首先看看我們的 公用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 是酒店風 亦都是非常之大 用眼所見到除了毛巾 還有動的東西之外 其他都是交收標準 我們看看最內隱的這個 這個洗澡位 這裡 這樣做避震也是沒有問題的 完全舒展開 大概的預計是 至少有1.8米 接近1.8米的一個闊度 這個洗澡位 如果是喜歡回生間大的朋友 這個單位就是想一想 再旁邊 這裡有一間客房 這間客房其實 都對比我們傳統的一些 900呎左右的客房 其實都差不多的 比較standard的客房 交收標準就是 雨膠漆的白牆 還有下面這個木地板 OK 我們再走回到對面 對面 這間就是剛才介紹到 陽台連我們客廳那間 這間房間比剛才那間更大了 有一個射小的 用眼所見到的這些 擺兩個床頭櫃 擺了一個咪五床 以及擺了衣櫃 都可以坐在三邊六床 非常之得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他們帶了一個套巾 我們先來看看套巾 套巾 企缸做了圓弧形的設計 最後就是休息區這裡 休息區也是非常OK 放進去各方面的傢伙 都有一定的空間 我們再到窗口看看 這裡其實向南向 都是看到火的 OK 這一隻就是我們的護形 我們再來看看一款 10動03護形 140平方米 四房兩位的間隔 比剛才那套大了至近30個方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而這一套望出去的奇崗水景的景觀 是比剛才那套更加美 大家可以跟著攝影師的步伐 慢慢欣賞 breakout 放進去 但是 大家可以見到 這次是 有別人的景觀 很多幸運 每次都在加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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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裏好找自家兄弟幫手 無論是市場熱華、熱賣靚盤、獨家折扣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VIP體樓安排,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拜拜